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荷尔蒙 身体情绪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化 而在宝宝出生后 很多新手妈妈都会出现产后情绪低落 其中还有一些人会出现更严重 甚至是更持久的产后抑郁症 那在美国根据官方统计 每7名产妇中就有1人患有产后抑郁症 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 因为隐私或病齿感等种种原因 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一个发病率这么高的疾病 但很容易被忽视或被误解 今天我们就为您连线斯坦福大学精神科医生 斯坦福亚裔心理健康研究与治疗诊所 联合主任邓慧琼邓医生来了解一下 邓医生您好 邓医生您好 邓医生 首先从医学的角度 您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产后抑郁症 一般是指产后多久就有可能出现呢 产后抑郁症是一种发生在分娩以后的抑郁症 从临床操作上面来说 一般是分娩以后一年内发生的抑郁症 都可以称为是产后抑郁症 因为生孩子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 为人父母令人兴奋 但也可能令人疲惫不堪 这个时候有担心或者怀疑的感觉是正常的 尤其是第一次为人父母的时候 然而如果有极度的悲伤绝望 严重的情绪波动和频繁的哭泣的这种情况 那就可能是要想到是不是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了 那一般的一个产后抑郁症如果发生的话 都会伴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 常见的症状包括情绪上可能表现为 低落悲伤或感到歉疚 因为我说到有可能是哭泣啊 这个时候有可能表现为无缘无故掉眼泪 或者是过度的哭泣 感到生命没有价值或生活很无助 那还可以表现为焦虑 这个焦虑可能是过度的担心或者是过度的紧张 还有其他的身体上的表现可能表现为食欲的改变啊 食欲的改变可以是吃不下或者是吃太多 睡眠上呢也可以表现为有改变为比方说失眠啊 或一直想睡觉 然后还有比方说曾经喜欢的爱好或者是事物呢 这时候可能会丧失兴趣 失去精力和动力 在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的认知可能会表现为不能集中注意力 或者是难以思考难以做决定 对宝宝呢可能会缺乏兴趣 或在宝宝身边的时候感到焦虑 这些是一些常见的症状 严重的情况呢可能会出现不想要宝宝的感觉 或者是伤害宝宝的想法 还有可能感觉希望自己死掉啊 或者是有自杀的这些念头 就是有不同的程度 那这些症状一般会持续多久呢 如果是出现产后抑郁症的话 会每天都出现这些症状吗 这个是就是说要根据他的那个临床的严重程度 有些呢可能是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的 我们临床上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说 baby blue啊这个产后忧郁症啊 或者是严重的可以达到临床上面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会表现 根据他的严重程度而表现的这个 临床上的表现可能频率啊和这个时长会不一样的 您刚刚说到这个baby blues就是产后忧郁症 所以baby blues其实是属于产后抑郁症的一种 对吗就是比较程度比较轻的产后抑郁症 可以是这么理解 这个产后精神疾病呢 我们通常分为三大类产后忧郁症 产后抑郁症和产后精神病 那可以将这三类疾病 我们从临床上概念化理解为一个是连续谱 但是就说这个是连续谱的话 可以说是这个产后忧郁症是最温和的 那产后精神病是最严重的 这么来例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有产后抑郁症的症状的时候 寻求专业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那说到这里我想插一个小小的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针对心理健康方面 可以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有很多 其中包括了像您这种 psychiatrist精神科医生 还有psychologist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等等 但是如果严重到需要通过药物干预 那据我了解在大多数的州份 只有psychiatrist精神科的医生有这个处方权 所以如果需要确诊和治疗产后抑郁症的话 应该是去看psychiatrist精神科医生 而不仅仅是psychologist心理治疗师对吗 是的 就是您刚刚其实提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其实你刚刚已经提到了 可以咨询师就是我们常说的talk therapy 那个时候就是说不需要吃药 就是跟有专业资质的这个咨询师进行谈话治疗 那如果是病情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要开药 那这个开药的话一般就是找医生了 就是医生跟psychologist的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是不同的 那就是说要经过医学院的培训 就是精神科医生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呢也可以从这个primate care doctor就是PCP 你的平常的家庭科医生 也可以开这些常见的一些精神科的药物是可以的 特别是您刚刚提到说 这个产后精神综合症里最严重的是产后精神病 如果到了产后精神病这个程度的话 一定是要看这个精神科医生了 是的 那产后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 就在目前美国的那个女性来说 是不是算是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呢 是的 在分娩以后的女性中这个患病率呢 可以达到10%到15% 也就是100个妈妈里面可能有10个到15个妈妈 会有产后抑郁症这个疾病 我们知道女性在怀孕以后体性的这个 雌激素和孕激素都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那产后相关的这个激素水平又会迅速的下降 那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会不会影响这个脑部活动 导致情绪异常诱发产后抑郁症呢 是的 这个产后抑郁症呢 总体来说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说现在确切原因呢尚不清楚 但是我说过就是说你其实前面也提到很多 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因素 包括家庭角色的改变啊 荷尔蒙的变化啊 生活中的压力 婚姻冲突和这个精神疾病的家族史 都可能跟这个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 你提到的这个激素的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怀孕期间很多激素的水平会迅速的增加 比方说这个雌激素和这个孕激素的水平会增加10倍 但是产后呢会急剧下降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我们这个身体激素水平的变化 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确切联系 是的 之前您提到说这个疾病史 抑郁症的疾病史和家族因素 所以说如果之前就有抑郁症疾病史 或者是之前就得过产后抑郁症的人 在下一次生产以后 会不会有这个复发的可能呢 是的 是的 其实跟产后抑郁症的这个危险因素是非常有关系的 影响最大的两个危险因素 就是一个是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抑郁症 还有既往的其他时间发生的抑郁症的病史 这个是对这个产后抑郁症的最大的危险因素 是您刚刚还说到这个遗传也是这个危险因素之一 那这也就意味着有抑郁症家族史的产妇比正常产妇患病的这个几率 比班人高一些对吗 即便是他自己本身没有产后抑郁症 是的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啊其中有一项是这个同胞姐妹作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的研究 他的结果呢就发现这个遗传因素对产后抑郁症的这个贡献率达到40% 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呢发现这个如果有一个姐妹患有产后抑郁症另外一个的风险会增加四倍 是我想除此之外包括这个分娩的痛苦 胃养问题睡眠不足等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压垮这个产妇脆弱神经的那一根稻草 而且很多心理疾病并不会自行的改善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恶化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对于产后抑郁症来说如果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长期影响呢 未经治疗的这个产后抑郁症是有潜在的风险的 它不光会影响到患者本人也会影响到宝宝的生长发育 还有其他的家人 这个通过适当的治疗呢产后抑郁症通常会得到改善 但是如果未经治疗的话这个产后抑郁症可能会持续变成那种慢性的疾病 那这样的话治疗的话可能会更加棘手啊 可能这个如果没有治疗的患者可能持续时间达到数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 最严重的后果有可能是伤害到自己或者是孩子啊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数据 我们知道这个女性产后第一年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 两个原因包括一个是自杀 还有一个是使用酒精或者是毒品过量 那其实我们知道精神疾病带来很严重的这个持续感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它会阻碍患者寻求帮助 一般有这个患者他如果自己有这种感觉的话 他很不愿意主动来寻求帮助 那有些患者呢会求助于酒精或者用毒品来控制症状 所以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然后又避免使用酒精或者是毒品这些不健康的这个应对的方式 我也看到统计说这个自杀导致的产妇死亡 大概占到产后死亡总数的20% 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另外呢根据估计说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40万新生儿的母亲患有抑郁症 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特别是对于我们亚裔而言 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价值观等等种种因素的关系 这种心理精神类的疾病很多时候是得不到正视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不愿意或者是不好意思 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病痴感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精神疾病会及记忆 而错过了早期介入早期干预这样的时机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医生的话 我经常就是说通过教育身边的人 哪怕就是可能是其他科的医生 对这个方面不是很了解 或者是我碰到的病人家属 都尽量给他们分享这些知识 其实我经常愿意打一个比方 就是说如果是你发烧感冒或者是肺炎 得了什么炎症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抗生素是非常有用的 那其实精神疾病是一样的 也可以有方法来控制 有方法来治疗 如果需要吃药的话 我们也有精神科医生 或者是普通的家庭科医生 就可以开药来帮助大家 而且我知道您的这个研究方向 也包括了Asian Mental Health 亚裔心理健康 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深入的 探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 除了女性之外 家里的新手爸爸或者是伴侣 有没有可能出现产后抑郁症呢 是的 这个爸爸呢也会出现这个产后抑郁症的情况 有数据表明这个产后抑郁症 在父亲里面发生的这个患病例 大概是3%到5 还有一些数据甚至表明 这个数字可能更高 比方说可能有10个里面有一个爸爸会 患上这个产后抑郁症 从病例上来说呢 虽然没有前面我们说到的女性的那个 在孕期啊和怀孕以后的那个激素的迅速变化 所以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对伴侣关系和这个婴幼儿发育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那一般在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就诊 医生又会通过哪些检查来筛查和诊断产后抑郁症呢 对我们说那个常见的症状 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些 比如说掉眼泪啊 情绪不好啊 睡眠啊 食欲这些改变啊 包括对兴趣爱好 丧失了兴趣这些 如果是一些极端的情况啊 包括可以会有伤害自己或者宝宝的这种想法 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 就是要及时的寻求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从生活方式也可以来帮助我们 就是说预防或者是控制产后抑郁症 我知道刚刚其实你提到了就是我们很多压抑的病人 有很多因为病齿感可能不愿意来求助 那我们什么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上的调节或者是改变 来帮助我们自己来处理好这个时候的压力也是很重要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对自己和宝宝的期望要卸合实际啦 宝宝睡觉的时候要尽量休息啦 然后锻炼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哪怕是简单的走出家门放松散步一下 对身心都有好处 因为这个锻炼身体可以释放肋肺态 让人感觉良好有助于减轻压力 这个其实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产后抑郁症 其他的精神疾病精神压力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啊 还有我一些在这个亚裔门诊看病人的时候 很多病人说 医生我不愿意吃药 或者是我这个剂量可不可以调小一点 我不愿意吃太高的剂量 那我经常就跟患者说 那我们除了这个服药以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那这个锻炼呢 其实就我经常会跟病人开玩笑说 那我们把锻炼也写到我们处方里面来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就是说你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 环节压力这些都是有好处 那我提到这个分娩以后呢 要注意休息啊 可能会比方说采取一些方法 适当的限制访客 但是呢这个也要注意到平衡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不要忽略自己 然后前面提到那个爸爸 他也可能会出现产后抑郁症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培养与这个伴侣之间的关系 为彼此腾出时间改善交流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一般对于产后抑郁症而言 在出现症状了以后 医生会通过哪些检查来筛查和诊断产后抑郁症呢 这个临床上面呢 有一个量表是一个常用的这个筛查工具 它的名字叫做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这个量表呢 是以自我报告的形式询问10个问题 可以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 这个量表对患者来说是容易被接受的 在临床上面呢 也被医生所接受 另外一个它是非常易于评分的 还有一个优点 它就是有多个语言版本 包括中文 都有这个量表 另外一个我想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量表啊 是只用于筛查 并不能够用于确诊 那这个产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诊断标准呢 是与非产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同的 主要是通过临床工作者 通过与患者的这个交谈问诊来明确诊断 就是医生会做一个综合全面的评估 对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天天话题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邓医生跟我们连线 在下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继续请邓医生 跟我们介绍一下 产后抑郁症预防和治疗相关的话题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